好用的满意宝宝湿纸巾也有推出后型款,将湿纸巾摊在光线下也无法透视,属于触感清爽,质地厚实的类型,用于擦拭比较油腻的食物脏污,或清理宝宝粪便时完全不用担心擦到一半会破损而出。 弄脏双手,相对也能精简用量,对于重视品质且对育儿开销精打细算的家庭堪称上上之选。替换补充包时也非常方便,只需按压下方按钮便能将底部盖子卸下,替换补充包的步骤非常简单且迅速,同时也能避免宝宝玩耍而将整个腕盒拆卸。 60抽的包装粮算是恰到好处,确保湿纸巾能在充分饱水的情况下做使用,整体优异的表现值得再次推荐。 Sara为日本知名100日元军一家商店,是许多家庭节省开销的好帮手。 其推出的婴儿湿纸巾对智力节省育儿费用的爸妈而言,堪称实惠又实用的一款,不到台币30元的价格就能买到80抽的婴儿湿纸巾,更令人惊艳的是其无论在清洁力、肌肤触感、顺手度方面都不输给其他知名产牌。 柔软的纸质擦起来相当温和,用来擦拭宝宝各个身体部位都相当合适。 风口偏黏度适中且单手,就能顺利打开,不容易发生连抽的现象,而清洁时也只要稍微用点力就能将粪便清洁的干净利落。 如此优质的商品,有机会前往日本旅游时一定不能错过哦。 听到满意宝宝会让人自动联想到尿布,但其实品牌也推出不少育婴用品,其中便包含了这款人气不输给尿布的婴儿湿纸巾。 立体小熊维尼图案造型的外盒相当讨喜,只要轻按一下上盖就会自动弹开,抽取时相当顺手不会发生连抽的现象,当忙于帮宝宝换尿布清理粪便时倍感顺手。 湿纸巾表层使用柔软且触感极佳的羊绒,能呵护宝宝稚嫩敏感的肌肤,虽然为薄型款但透过三重结构来提升湿纸巾的强韧性,能避免在抓取粪便的时候破掉。 只要掌握好使用的技巧,这款会是非常实惠且不失水准的一款。 大王推出的这款湿纸巾拥有可爱的企鹅造型外盒,为辛苦的育儿生活增添一些童趣元素。 当家长忙着帮宝宝清洁屁屁或手脚上的脏污时,也能利用缤纷色彩的外盒来转移宝宝的注意力,设计上可说是相当有巧思。 打开企鹅嘴部就能顺利抽取湿纸巾,绝佳的密合度能确保纸巾水分不流失,每一张擦起来都保有滋润感与清洁力,且对肌肤温和不刺激。 虽然连同外盒一起贩售的单价这时拉高了单张的使用成本,但幸亏补充包的价格够亲民,建议可挑选有同时贩售补充包的卖场做选购,如此一来就不用为了购买补充包而多花运费咯。 如果觉得风口贴反复粘贴很容易导致湿纸巾水分流失,那么不妨考虑看看被清这款盒装的婴儿湿纸巾。 只要打开上盖就能轻松抽出湿纸巾,且完全不卡纸,当遇到需要连续抽取的场合更显顺手。 偏硬的厚型纸质表面部有许多凹槽,碰触到肌肤时会感受到有洁净度的擦拭力道,能够将粪便等脏污迅速利落地附着在湿纸巾上,整体在顺手度和清洁力的表现堪称可圈可点。 尽管盒装的单价略为偏高,但厂商贴心推出多种量饭包组合,方便爸妈们试使用频率和消化速度来购买补充包,一张最低可达0.62元左右,对于多胎家庭称得上非常划算的投资呢。 同样来自于LAC所推出的婴儿湿纸巾,不过这一款未薄型设计,因此抽数从60抽增量到80抽,清洁力也相对表现较为优异。 纸质表面相当温华且能温和善待肌肤,感觉不到明显的摩擦力,在肌肤触感方面获得非常高的评价。 不过耐用性便相形渐触,实测时拉了三次左右纸巾就裂开。 清洁时稍微出力可以很顺利地将粪垫去除,但用于擦拭其他地方的表现并不出色。 风口贴同样粘着力,很强,而无法单手打开,用力拉扯的话会一次跑出三张重叠纸巾,当手忙脚乱为宝宝换尿布时,想必会感到相当困扰。 以清洁用品闻名的LAC也推出了婴儿湿纸巾,其下此款除了含水量达99.9%以外,配方中还添加了玻尿酸能为宝宝肌肤带来滋润, 以免因为密集或过度用力擦拭而造成泛红或干燥,且整体配方不添加酒精、香精、Pirabin防腐剂,配合上日本境内严格的工厂生产管理,品质令人安心。 而封口贴的粘着力相当强,虽然无法单手打开,但拥有防止胶带回粘的不连抽功能,顺手度,还是令人感到相当满意。 比较可惜的是清洁力并没有太粗的表现,实测擦人工粪便时,还是会有污垢残留,建议可选择其他清洁力较佳的款式搭配使用。 来自日本的阿卡江除了含水量高达99.9%之外,只致使用氨树纤维为原料并搭配天丝材质制作而成,成分相对天然且对肌肤呵护有加。 在使用过程中用力拉扯也不容易变形,亦看不出来有纤维分离的现象,以湿纸巾强韧度而言,算是表现相当出色的一款。 然而实测清洁力却发现,由于纸质过于强韧,反倒无法确实将人工粪便附着在湿纸巾上,抓住的瞬间一下子又掉落了下来,因此仅得到较低的评价。 若打算用于擦拭宝宝日常用餐,一奶等肌肤上脏污,这款,还是非常值得考虑,而便便的部分或许可交给其他类型的湿纸巾代劳。 花王这款婴儿湿纸巾对于新生儿家庭来说,堪称非常具有人气的一款。 其纸质属于厚型设计,表面带有浮雕鸭纹而能够轻易地将宝宝粪擦过,干净利落的清洁力获得不错的评价, 十分推荐在宝宝开始接触副食品,粪便逐渐开始变硬的阶段使用。 然而肌肤触感方面却不怎么理想,偏硬的纸质再来回擦拭的过程很可能造成宝宝肌肤感到不适, 加上封口贴的粘着力,很强,不容易以单手打开,与缺乏不连抽设计, 每抽取一次都带出两张湿纸巾,对于经常需要单打独斗照料宝宝的新手爸妈而言,恐怕称不上最理想的选择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